这个法国贵妇收养了一个越南女孩,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疼爱有加,可她却没想到,这个被自己精心呵护着的女孩,长大后竟然会疯狂地爱上自己曾经的男朋友。 这场孽缘也彻底将几人的命运改变,故事发生在法国统治越南的默契。 法国贵妇艾利亚跟随父亲来到越南,经营着一个橡胶园,她们的橡胶园面积高达六千多英亩。 艾利亚家财万贯,生活优渥,她优雅又迷人,整天都有很多男人围着她转,但艾利亚对她们没有一点兴趣。 她还收养了一个女孩卡美,卡美的父母生前和艾利亚是很好的朋友。 艾利亚没有孩子,她对卡美视如己出,呵护有加。 母女俩的日子过得很滋润,艾利亚喜欢去拍卖会上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回家收藏。 毕竟她这么有钱,也就这点爱好了。 这天的拍卖会上,艾利亚看上了一幅画,她出高价拍卖,不断加注。 突然,一个军官雷特站了起来,请求她不要再出嫁,把这幅画让给自己。 她知道,自己想跟艾利亚比钱是不可能的。 她的理由就是,自己小时候曾经画过这幅画上的风景无数次,可却一次都没有成功。 因为这幅画上,背后的丘陵是画下想象出来的。 如此美丽的画,她是永远都画不出来的。 所以,她很想买下这幅画。 可她没想到,艾利亚竟然直接拒绝了。 艾利亚不喜欢在自己面前卖惨的男人,这太没风度了。 雷特自讨没趣,灰溜溜地离开了。 夜晚,雷特和兵士们一起在河上巡视,突然看到了一艘民船。 船上一堆东西被稻草掩盖着,还有一个小男孩在旁边站着。 他或许还在为白天拍卖会上出球的事情心中郁闷。 不管三七二之一,便下令把船烧掉。 因为这里有很多人私自贩卖鸦片,任何一艘船都有可能做这种事情。 但是大火点燃后,雷特看着船上的小男孩又有些许愧疚。 第二天一早,他便跑到那片河附近去找男孩的下落,希望他没有遇难。 然而,在半路上他却迷路了,正好遇见了巡查橡胶园的艾利亚。 两人一起去找,终于找到了小男孩,见他没事,雷特松了一口气。 他说自己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失心疯,下令烧掉了他们的船。 还没和艾利亚说几句话,雷特就流鼻血了。 艾利亚把他请到自己家里休息。 他躺在床上,两人一起聊天,艾利亚还帮他擦去鼻子上的血。 近距离接触下,雷特看着艾利亚美丽柔和的脸庞,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艾利亚仓皇逃开,她向来不知道怎么接受男人的好意,也不敢轻易谈恋爱。 她是个坚毅独立的女性,但她越想忘掉雷特,就越总是想起她的样子。 在之后的日子里,艾利亚逐渐爱上了她。 两人狼情惬意,恰逢艾利亚的父亲不在家, 艾利亚便带着雷特去她家里的一栋老房子里生活。 他们在这里忘我缠绵,日子过得甜蜜又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两人的事情终于还是被艾利亚的父亲发现了。 她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和一个穷军官恋爱,于是出钱想让雷特离开艾利亚。 雷特非常愤怒,她无法忍受被这样侮辱。 她的爱情是无价的,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 她什么都没要便离开了,她非常腿丧,整日混迹于赌场。 艾利亚知道后便跑去偏偏挽留她。 但是雷特此时已经明白,两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他们之间的隔阂不是光和爱情就能消除的。 她拒绝了艾利亚的请求,她追求的是自由,还想去探索世界。 艾利亚不能把她拴在小小的地方,她坚持要分开,艾利亚不再强求。 为了雷特,她已经失去了体面,哪能一错再错。 然而,在艾利亚离开后,雷特还是追了上来。 他们在车上进行着最后的道别,雨声夹杂着雾气,如此梦幻又如此危险。 温存之后,雷特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艾利亚是个坚毅的女人,她不会为了一个男人而萎靡不振。 她只能把心中的郁闷全部倾注到工作上。 她在橡胶园里拼命工作,恨不得一整天都待在这里, 却没发现外面的世界早已暗潮涌动。 很多越南民众不满法国的殖民统治开始反抗。 艾利亚的种植园首当其冲,被反抗者一把点燃。 他们赶忙去救火,好在火势不大,没造成什么损失。 可是工人们害怕了,他们不敢再进去工厂工作。 最后,在艾利亚和父亲的带领下,工人们才继续回去工作。 在人们看来,艾利亚冷血无情,不尽人情。 其实,她只是不愿意把自己柔弱的一面展现出来罢了。 不断有人开始反抗,他们还组成了越南革命军,开始了行动。 街上到处都是被抓的人。 这天,一群女学生在街上游行,卡美也在其中。 一个革命军趁乱逃跑,一头扎进了女学生的队伍里。 军官们开枪追赶,男人慌乱中, 正好把卡美撞倒在地。 同时,男人也被枪击中。 卡美直接吓昏过去,两人倒在血泊当中。 这时,雷特刚好赶来,她好心把卡美抱去找医生, 帮她把身上犯人的血擦干净后,才发现她并没有受伤。 这时,卡美刚好醒来,看着眼前的救命恩人,她方心暗许。 少女的爱情总是大胆又疯狂。 她告诉艾利亚,说自己爱上了别的男人, 求艾利亚帮助自己拒绝之前的相亲对象丹太。 艾利亚当下便同意了,她太明白一对友情人被生生拆散是什么感觉了。 可当卡美说出了那个熟悉的名字时, 她直接就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真可谓是天意弄人, 谁能想到,母女两人竟然会爱上同一个男人呢? 卡美说自己有自信,能让雷特爱上自己。 她确定,雷特就是要与自己厮守一生的人。 看着满脸坚毅的女儿, 艾利亚不忍心说出她和雷特曾经的事情。 她只能通过关系找到了上层军官盖尔, 让她把雷特调去偏远的地方当海军。 卡美生日当天, 艾利亚为她办了一个派对, 她邀请了很多人。 宴会上无曲响起, 艾利亚拉着卡美翩翩起舞, 母女两人,一个青春蓬勃, 一个成熟优雅, 很快便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众人看着他们也纷纷上前跳舞, 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这平静的氛围。 雷特来了, 刚见雷特,卡美就扑到了她怀里, 她的爱大胆又热烈, 让人不可抗拒。 随后,雷特把她劝开, 和艾利亚来到了阳台。 她质问艾利亚为什么要把自己调走, 她有什么权利能把自己发配到边缘地区。 雷特很愤怒, 她痛恨妇人, 把自己当成蝼蚁一样肆意摆弄, 随意操控。 但艾利亚没有回答, 反而说了一句, 我女儿爱上你了, 她很坚定,又很浪漫, 那就是她的理由。 但雷特不肯服输, 她不依不饶, 追着艾利亚到了宴会厅, 大吼着控诉她, 话越说越难听。 艾利亚忍不住扇了雷特一巴掌, 雷特也回了她一巴掌, 随后, 雷特就被带走了, 两人就此翻脸。 这一幕都被卡美看到了, 她看向艾利亚的眼神多了几分怨念。 晚上, 艾利亚去住了工人宿舍, 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女儿。 而卡美在听说了 艾利亚和雷特曾经的事情时, 心里也是无味杂陈, 她住在学校不愿意回家, 尽管在这里, 她会因为肤色和种族, 被学生们孤立。 雷特因为她的鲁莽, 也得罪了一直追求 艾利亚的上层军官盖尔, 她受到了更严厉的处罚, 被派到了最危险的关卡龙党。 几天之后, 艾利亚去学校接回了卡美, 在族人的安排下, 卡美和相亲对象丹太举行了婚礼, 然而, 他们虽然表面听从了父母的安排, 心里却并不屈服于命运。 年轻人不受顽固思想的束缚, 他们从法国人那里 学到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 丹太知道卡美的心都在雷特那里, 于是便主动帮助卡美离开了这里。 她自己也离开了家乡, 踏上了寻找自由的道路。 卡美独自一人去了龙岛, 没有母亲为她提供优渥的环境, 她风餐露宿, 鸡一顿饱一顿, 跟着一家逃乱的人一路向北, 准备去龙岛寻找雷特, 和一群难民去领救济所的糙米白饭, 但即使这样, 也没能让她产生一丝放弃的念头。 经历了数日的艰苦跋涉, 他们终于抵达了龙岛, 同伴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他们以为来到龙岛, 就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养家糊口, 吃饱穿暖, 可直到抵达这里他们才明白, 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奴隶贩卖场所, 他们被当作牲畜, 称重检查身体, 明码标价, 被迈往西方国家做奴隶。 这里是这个国家最丑恶, 最残忍的一面, 遍地的奴隶, 就连看守的军官都有些害怕, 如果这么多人同时暴乱, 那么凭他们这些人根本镇压不住, 他们一旦看到不乖乖服从的人, 便把他们关进笼子里, 施以酷刑, 就连孩子也不肯放过。 然而卡美却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一心想着快点找到雷特, 而没过多久, 他便再次见到了雷特。 这一刻, 雷特仿佛也被卡美的勇敢打动了, 他把卡美带走, 但就在这时, 卡美看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同伴, 他大声喊叫着让他们放了同伴, 军官们怕奴隶引起暴乱, 便准备解决了卡美。 慌乱之下, 卡美失手打死了一个军官, 场面一度失控。 最后, 雷特挟持了一个头领, 他们才得以逃脱。 雷特带着卡美逃去了海上, 没有食物又没有淡水, 他们很快就支撑不住了。 他们沉沉睡去, 再次醒来时, 船已经靠岸了。 一个唱戏般的人发现了他们, 他们好心地把二人藏在了深山里。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卡美杀人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艾利亚耳中, 盖尔也不再谄媚, 他甚至还告诉艾利亚, 要找到卡美并杀了她。 艾利亚很焦急, 又无能为力, 只能不停打听卡美的消息。 然而此时, 卡美所在的地方很安全, 这里偏远又隐蔽, 军队一时找不到这里, 卡美醒来之后劝说雷特离开, 人是自己杀的, 他不想连累雷特跟自己过逃难的生活。 第二天一早, 卡美到处都找不到雷特, 他很害怕, 怕雷特真的离自己而去了, 可雷特自从从难民堆里找到卡美时, 就已经爱上了他, 怎么可能轻易离开。 这时, 卡美竟然又遇见了一个熟悉的人, 是丹太, 原来这里是一群越南革命军的根据地, 丹太就是其中的一个头领。 知道了卡美和雷特的遭遇后, 他说此地不宜久留, 准备将他们两人送到中国, 那里要安全许多。 于是, 怀着运的卡美便和雷特跟着他们一起 扮成了戏剧团上路了。 在一次登台表演中, 卡美突然腹痛, 他要生孩子了, 雷特紧张地坐在一旁看着, 与此同时, 外面的革命军也开始行动了。 他们四处烧毁种植园, 解放努力, 一边往前走, 一边组织革命活动。 卡美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一天, 雷特带着孩子去河边沐浴, 还给他起了名字, 叫卡恩。 可随后, 他就被一群法国军官包围了, 雷特就这样被带走。 这群法国军官并没有为难雷特, 还帮助他喂养卡恩。 后来, 卡美和雷特相继入狱, 卡恩就被送到了爱丽亚手上。 在狱中, 雷特请求去看卡恩最后一面, 作为交换, 他会把革命军的事情告诉法军。 法军准许了, 见到爱丽亚后, 两人都很平静。 雷特告诉爱丽亚, 自己将回到法国, 他请求爱丽亚帮忙照顾卡恩。 爱丽亚答应了, 他还提出可以让雷特带着卡恩 去那栋老房子里度过最后一晚。 然而第二天, 当爱丽亚来接孩子时, 雷特已经去世了, 他被击中太阳穴, 手里拿着手枪。 爱丽亚不肯相信, 一个父亲会在自己孩子身边自杀, 他一定是被谋杀的。 他去找盖尔, 让他调查雷特的死因。 可盖尔却说, 雷特是被革命军杀害的, 因为他背叛了革命军, 所以被杀害了。 爱丽亚得知卡美被抓后, 一直打听他的消息, 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 而伴随着自由意识的觉醒, 越南受压迫的工人, 也都不再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庄园主。 爱丽亚也总是被人指指点点, 很多法国人都准备离开这里, 他们不再受欢迎了。 在卡恩五六岁时, 卡美终于被特赦了。 爱丽亚站在大门前, 在成千上万的人潮中, 寻找卡美的身影。 她再也顾不上优雅, 在嘈杂的人群中穿梭着, 终于见到了卡美。 她激动地一把抱住卡美, 但卡美却冷淡得有些过分, 此时她见惯了世间的丑恶与不公。 爱丽亚让她跟自己回去, 继承土地和财产。 卡美没有同意, 她要继续进行革命事业。 她要求爱丽亚帮自己养育卡恩, 这里的环境已经不适合他们再居住了, 他们要回到法国去。 一个清晨, 爱丽亚来到橡胶园, 割下了洁白的橡胶叶, 对他们进行着最后的告别。 随后, 她便卖掉了橡胶园, 带着卡恩回到了法国。 数十年以后, 卡恩也已经长大成人。 爱丽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日内瓦会议那天, 她告诉卡恩, 卡美现在就在法国, 她和代表团一起来到了法国, 就在河对面的旅馆里。 她说自己不想去见卡美, 让卡恩自己去。 卡恩去找了一圈, 回来之后, 她说自己没有见到卡美。 礼堂里有很多人, 有记者、官员被围得水泄不通。 她站在那里, 幻想着自己与母亲相认的感人场面, 但是幻想了很多次后, 卡美还是没有出现, 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也不想再等了。 或许这就是她们的命运, 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东西。 影片最后, 爱丽亚站在河边, 她依然优雅美丽, 背影却多了一些寂寥与孤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